未来的地球成了废墟 人性在这里分文不知 人的欲望已经没有了节制 性感的美女杀手 涂满屏幕的鲜红血浆 这部电影把性感和血腥融合到了极致 每次女主出现 她的身材都会让人出一弦欲低 绝对称之上是爽爆发极之作 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胆小鬼》的《胆小鬼》 电影频道 我是胆小妹 今天 胆小妹给大家带来一部 阿极科幻惊悚电影 赏金杀手 故事开始 几千年后的地球 资源已经被开采枯竭 为了国家发展 强国之间开始发动战争 掠夺资源 然后世界就变成废墟了 为了让人类能在地球上多活两年 九位大佬横空出世 建立了世界议会 为的就是恢复地球往日繁华 大佬们阻止战争的手段很直接 就是雇佣最顶级的赏金杀手 去暗杀那些战争的发起者 老百姓们觉得这种做法没毛病 也都很崇拜那些赏金杀手 一个个地吆喝着要给他们生猴子 这个穿着女服装的美女 就是个赏金杀手 她叫小美 长得是真美 凭颜值就能征服所有人 但她非要凭实力 这也导致她的人气奇高无比 小美这么好看 身边自然不缺男人 这个戴着墨镜的小哥 就是他的男友兼同伴小帅 也是个赏金杀手 只不过两人看起来不那么亲密 本来日子过好好的 闲着没事出去砍砍人 可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这天一条信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平时领取悬赏任务的工会里 挂着一张悬赏单 这张悬赏单上面的人叫老白 老白跟小帅关系挺好 经常给小帅提供一些任务信息 小帅赚到的钱 有一大部分都跟老白有关系 可现在老白也成了悬赏目标 真小只有一个 那就是老白也不是好人 估计平时让小帅去杀的人 都是她的死对头 旁边的小美也在嘲讽小帅 是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家伙 小帅这辈子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就是被美女嘲笑 于是她就想找到老白的工厂 想把这件事情问个清楚 说走就走 出发的时候 小帅还挑了个 胡子拉叉的胖子当跟班 这样显得比较有气势 胖子虽然没啥战斗力 不过洗衣做饭 端茶倒水 倒是挺顺手的 小帅走了 小美过起了度假般的生活 穿着白色掉腿袜 躺在地上晒太阳 这身材 是个男人就得多看截眼 可她休息得正舒服 一个男人找上门 是个卖东西的 这人啊说话太啰嗦 小美暧昧地向她走去 傲人的身材 马上就要贴在男人身上 下一秒就抡着拳头 就往男人的脸上砸 男人被打倒了 打倒一个还有一个 但男人的同伙 也不是小美的对手 被小美一个高抬腿 踢断了喉咙 架打完了 小美开始翻腾这俩人的车 车里放着一张通缉令 让小美震惊的是 通缉令上挂着的 居然是小帅的头像 一般情况下 通缉令上挂着的都没好人 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明白 小美也出发去找小帅了 小帅这边正在准备作战 他带着胖子小弟 已经赶到了老白的藏身之处 因为胖子没有战斗力 小帅就让胖子躲在外边 一个人颠着枪就冲进了工厂 没过一会儿 小美也赶了过来 手里颠着一把枪 表情特别冷漠 谁见了都不敢打招呼 胖子看到小美这副样子特别害怕 因为他不知道小美和小帅的关系 只觉得小美过来肯定没好事 就趴在小美的车底下动了手脚 小美进屋找到了小帅 一巴掌就把小帅给打吐血了 小美质问小帅 到底跟老白有没有狼狈为奸 小帅委屈的说 自己也不知道 不然也不会来这里找老白了 两个人一边打架 一边暧昧 都让人分不清 他们到底想干啥 导演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派了一队人过来追杀他们 小美和小帅这才摆迎过来 中了埋伏 虽然敌人很多 可这对小美和小帅来说 并不算问题 他们两个可是最顶级的赏金猎人 小美云淡风轻的开枪战斗 还能找到机会 秀秀自己的身材 战斗结束之后 小帅受不了了 他想去议会 把悬赏令这件事情搞清楚 因为悬赏令都是议会发布的 在荒漠上 小美追到了小帅 可能是被小帅抛弃了 有点生气 小美对着小帅开枪射击 在射击的过程中 还能用大梅腿开车 这时候胖子的重要性 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胖子给小美的车 动了手脚 小美的车失控了 他刚从车里飞出去 汽车就爆炸了 小帅赶紧停车 看小美死没死 只见小美被爆炸搞得 像个挖煤工人 小帅虽然心疼 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到了晚上 小帅和胖子突然被人偷袭了 醒来之后就发现 自己被绑在柱子上 把他们绑起来的是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的女组长 向小帅逼问小美的下落 小帅当然宁死不屈 毕竟是自己媳妇 万一被人弄死可砸整 女组长平时一言九鼎 没人敢忤逆她 对小帅的态度特别生气 就非常残忍地折磨小帅 烧红的火把 一个劲地往小帅身上怼 小帅也是个硬骨头 越是折磨她 她的嘴巴就越紧 求生欲望也大大增强 还很悠闲地 跟胖子讲起了 自己和小美的爱情史 原来小美也是个吉普赛人 小帅当上赏金猎人 被各种女人睡的时候 小美就是个战武渣 小帅觉得小美是个可造之才 就非常认真的 教授小美杀人技巧 这才一步一步 把小美带成了顶级杀手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俩人打打架轻轻嘴 一直到小美出师之后 两人再也没有遇到过对手 天王老子来了 都得给她两面子 他们俩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互相相爱的 小帅杀人杀得手软 只想退休养老 小美却想继续杀下去 因为这对她来说 叫成奸除恶 后来两个人就因为 三官不合吵架了 从此之后 两个人的关系就没那么好了 镜头一转 天亮了 小帅故事讲得好 逃命能力也不差 趁吉普赛人不注意 驾着摩托车就跑了 对 你没看错 确实是驾着摩托车 吉普赛人的车队 一直紧追不舍 虽然战斗的过程很危险 但这种场面 小帅见得多了 直接扛起一发火箭筒 给对面来了一炮 一般情况下 这一炮能解决很多问题 与此同时 小美这边还在寻找小帅 可能是嗅到了 即将战斗的气息 小美决定 先给自己的装备 更新换代一波 然后她就找到了一家妓院 这家妓院可不简单 前些年被称为 末世中的极乐净土 但好景不长 妓女们都找到了老诗人接盘 妓院的生意 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老宝是小美的熟人 她这些年来 积攒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武器装备 比如女仆制服 加配大布穿的钢铁奶罩 估计是以前 妓女服务客人的时候留下的 临走前 小美还骑走了老宝的摩托车 漆黑的路上 小美人车合意 终于跑到了小帅前面 埋伏在这里 见到之后 二话不说 就来了一发子弹 小帅找的向导被打中了 小帅是个直男癌 觉得这样很没面子 俩人谁都不给抬击下 胖子终于看不下去了 因为这俩人打价威力太大 说不定哪天就把他给缩哈了 他开始当何事老 终于 小美和小帅修复了关系 此处应该给胖子十秒掌声 紧接着 小美几人杀到了议会基地 但让他们震惊的是 议会的几位大佬居然都死了 杀死他们的 就是这位性感的金发美女 金发美女是黄金军的老大 带着人 就把小帅几人围了起来 金发妹跟小帅是老熟人了 两人曾经进行过 负距离的身体交流 通俗一些来讲 他们以前是夫妻 当初 小帅建立了黄金军 也是一时风光无比 但是为了信仰 小帅就退出了黄金军 改行当了赏金猎人 和金发妹跟小帅的意见不同 他觉得 干事业不能三天两头地换目标 要干就把一件事干好 然后 就把黄金军的规模做得越来越大 最后 甚至能跟最强的议会对抗 就在金发妹装十三的时候 吉普赛人过来了 黄金军跟吉普赛人见面就打 好像对方是杀父仇人 金发妹害怕在战斗中被误伤 就坐着直升机跑 还带着小帅 这边 吉普赛的女组长正在跟小美叫嚣 非要跟小美单挑 两个女人就开始当众私扯 女组长也是作死 长得没小美好看 还没主角光环 非跟人家单挑 没几下就被小美缩哈了 看到老大死了 吉普赛人群龙无首 再看看小美长这么好看 登场就任了小美当老大 小美的势力再一次到达巅峰 带着人就往黄金军的基地杀去 小帅这边 她并没有遇到危险 因为她最擅长的不是战斗力 而是育女 金发妹虽然跟她分开许久 却还是很怀念小帅的功夫 这次把小帅捉回来 就是想再次同登极乐 为了让小帅答应 还承诺把黄金军交还给小帅 就在他们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小美已经带着吉普赛人杀过来了 玻璃外面乱作异团 屋内的金发妹硬是没发现 等金发妹反应过来之后 黄花菜都凉了 吉普赛人跟恶狼似的 把黄金军打得枯铁喊娘 金发妹特别生气 她拿着枪就打中了小美的胸口 小帅怒了 她拿起喷子 就把金发妹给干飞了 小帅调整呼吸 脑子里都想好了 小美的葬礼在哪办 可小美啥事没有 因为她穿着老宝给她的钢铁奶罩 这下好了 议会没了 黄金军也没了 现在小帅和小美 就是十里天花板 统治世界都不难 谁也不敢惹 俩人也在从此之后 过上了不可描述的幸福生活 说实话 这部片子的剧情 虽然有些无脑 但很多人 本就不是为了剧情而来的 有些时候 一个性感美女 就能让电影的评分 扶摇得上三万里 你觉得这部电影中 女主角的身材 吸引到你了吗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送出你的爱心 并留言订阅 以表达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